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礼服上闪耀的亮片 在灯光下发出戏剧光泽 颠覆传统的蕾丝材质 应该很难想象 这枕透衣服全是一帧一线 靠纯手工的缝珠技巧 全部都珠子靠画稿子 不用一片蕾丝 我们完全不用蕾丝 全部靠画稿的重珠工 白砂的一个外销 外销打洗 应该就是奠定了我们台湾 外销白砂王国的一件 一件蛮重要的东西 手工的困难度 当然是蕾丝的东西 它只是平面 上面加点珠子 加点点缀 那我们纯手工做的东西 就比较立体 我们可以全部用珠子 去框涂弯出来 比较立体 客制画的花样 配色质感 考验老师傅的眼光和功夫 来自大成人的胡佳姐妹 从小的生长环境 家庭代工是累积实力的开端 五岁开始学会拿针 这么一拿将近50年的时间 等如今在讲求机器量产的时代 他们还是坚持初衷 我们目前都还是 就是纯手工 纯手工 因为我们做 我们目前做的方式 就是目前机器跟电脑 无法取代的一些技法 比如说堆叠 堆叠 还有一些很立体的方法 但是机器没有办法 取代的 姐妹俩联手制衣专世缝珠 珠绣作品重新云集 天王天后舞台装 到名人高级定制服 举翻蔡依林举乃束身衣 邱雅轩想买亮片的金蕉衣 一直到近期的罗志祥演唱会等等 走过星光熠熠的服装室 每一件都是他们的心血 几乎每一件作品都是要创作 在台湾目前来说 几乎作品都是一件一件 没有说一件作品 同样的一件作品可以复制很多件 我觉得每一件衣服都值得我们自己很高兴 不论是大人物小人物 都让我们很有信心 尤其现在 那看看现在很多台湾的新的造型 是从事这个服装这方面的 新一代的人 我觉得比老一辈的人更尊重 这个我们这种手工产业的技术 两人绘图打样分工 在跨年或是演唱会等旺季时段 几十万片首缝珠绣作品 每日每夜的缝制 累积下来的副作用 加上缝珠越走精致化 让姐妹俩多少有些负担 有些素材 比如说现在的人要求精致化 材料会用的比三十年前的材料更小 是三十年前材料的二分之一 比如说以前用的是六米片 现在大家狂爱三米四米 它的大小尺寸是以前的二分之一 那当然以我们来讲 我们年纪是越来越增长 然后他们现在的东西越来越精致化 越来越要手改 就这样子 可是大致上来讲我们都可以克服 因为毕竟我们做了那么多年 这些对我们来说都不是问题 不过对于缝珠的热忱始终没有锐减 姐妹俩收图传手艺 让珠绣年轻化出入活水 至于多到用不完的材料 种类繁多的亮片 还有大大小小的珠子 干脆当起炫诞婆婆 发送给需要的人 像前两天我们还寄了四乡到台东原住民部落 去给那些小朋友去学做 因为他们有给我们这个资讯啊 所以他们有在学做这些珠式的东西 还有对啊圣诞节的时候 我们这附近的小学都会有收到我们给他们的这些亮片 我们想到他可能他们要做圣诞卡片 继承大成人绣花的好手艺 完成后的珠绣闪耀动人 延续传统接未来 姐妹俩靠着双手 逢出梦想的温度 留下大成人精神 中央新闻杨朝丽小峰永和报导